任何对他的污蔑我认为都是对他很不公共 你反而护这个陈耀祥 其实我单看当时候通过进电视的那一份不同意见书 我就认为这一届的NCC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处理到他了解这个问题是在 不管怎么样 王姐就是取得了裴伟的答复 他说本人绝对没有跟小英总统跟苏贞昌 有过类似录音带的联系 意思说高层说好了 没这个事情 他说如果进电视真的有上达天厅的这种本事 那绝对不会申请执照等了26个月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同业都很焦急 因为关乎到他们的生计 到底可不可能继续生存 光先就这一点 现宏他讲的也有道理 乍听之下 那为申请执照一般来讲 他说有人三个月六个月半年 就拿到他们为什么等26个月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对他们公共 我觉得这个裴伟这个讲法 是他自己的逻辑 他自己一个人的江湖 但是我在看这个事情 那个根本两回事 怎么说 有一些频道会被申请的通过 是当时候NCC委员认为有这个必要 但是你仔细看NCC委员的不同意见书 有关静电视 因为静电视所提出说 他要做的那些内容怎么样的计划 在NCC委员看起来 跟其他电视台没什么两样 我们不需要再增加这个 所以他会拖那么久的原因 就是一直要陪伟他们 再提出说 那你如果要做这样子的频道 那有没有跟其他不一样 他们过程当中已经撇开 时下最激烈涉及政治的这种政论节目 他们刻意避开 他们去做了这个比较有营养的国际新闻 那也是后来 你后来一直在改 甚至于你有所谓的自己的新闻检查 请了翁老师去帮你 这个也就是后来补件补件补件 就是说26个月不是停在那里 26个月时间是不停的让你修改 一定要修到说 你至少进电视是一个跟其他电视不一样 你要做深度报道 你要做调查采访 你要做这些 你要花大成本 正是重要的问题 人家也是要问说 那你这个跟你的静周刊 中间到底是什么差别 就是说 很复杂了 因为静周刊的内容是非常八卦的 如果你要做这么八卦 内容到进电视来的话 那你到NCNC 当然是不会给你过 他有两个单位挂同一份薪水 同一份人员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是 陪伪自己的问题 变成NCC 非常注目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NCC在审的过程里头 需要那么长的原因 是因为NCC需要知道 你如何可以保证给台湾提供一个良好的讯息 这个我所知道的事情 那他讲的就对了 如果有通天直达通天厅的本领 那就避开了 就不用审得这么认真了 就直接上面有个旨意下来的话 那就过了 我也不会讲的 你以为陈耀祥是这样的人吗 你觉得是不是 我认为不是 我们也四足发他 但是因为他号称独立机关 号称什么的 我知道陈耀祥基本上还是一个专业者 是学者出身 是学者出身 任何对他的污蔑 我认为都是对他很不公平 你反而护这个陈耀祥 我是觉得 我现在是说 不是只有陈耀祥 是一个委员 其实我单看当时候通过静电室的那一份 不同意见书 以及他们的非常严格的说 这个执照可以收回 我就认为这一届的NCC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处理到他了解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那个不同意见书里头 他所批评的是非常激烈的 就是你绝对不可以有这种 就是变成勾结这些 然后这个商业进来 然后影响政治 他还是严格把关 还是严选 但是我是说 你既然写那个严格把关的东西 请你今天就用这个方法来审视 那今天我们不管 就是说现在裴伟有很多解释 但是问题是这样 大家都是那个暗中出共 暗中出共的意思 了解 都了解吧 就是你第一次讲的话 大家以那个为准 你后面修正的 你接受 接受你的修正 但是这个修正 我们可以有疑问 是这样吗 那接下去应该接受调查 是这样的 出经过的 有人会说 对 担心